沧桑,也是一种美,只有沧桑,给我们想要的永远,咱有遗憾,叫我们懂得珍惜,咱要磨难,叫我们奉行感恩和善行,这是心灵的一种获得。 沧桑,就像我们生命中的老巫,装满了回忆,也装满了心酸,有的时候,我们想去触碰,却不敢伸出手,怕这一触碰,就会有满满的忧伤落地。 沧桑,还是一卷黑白胶片,记录着我们走过的点点滴滴,潇洒或凄美,叹息或安然,人有的时候真的很脆弱,但沧桑久了,便学会了坚强,笑而不言,痛而不语,其实,光阴中的每一步都是经历和领悟,人生有三年东西最美,像血走过的温暖,温凉如水的回忆,永远在前方等你的美景。 沧桑,是人生中的一份礼物,汇集了快乐的,忧伤的,浓烈的,浅淡的得失,尽管出痛时,就会有疼痛脚割,在遗忘掉眼泪和汗水后,诠释的便是温暖和纯粹,生活让我们学会遗忘,时间让我们沉淀心情,沧桑让我们懂得坚强, 生命让我们领悟成长,沧桑,是记忆中的一本影集,收藏了一张张,一针针,一星星,一点点的曾经,尽管翻看时就会有七美散开,但得选过虚伪和暗淡后,珍桑的便是珍舌和静美,沧桑巨变岁月心,幻未来不忘初心,珍惜时光不荒芜, 人生风景看当今,认识你是一段玄妙的缘,思念你是一首精淡的诗,不是因为孤独才想你,而是因为想你才孤独,世界上不是每条直线都有焦点,也不是每个焦点都能相遇,请珍惜这份缘,不说轮回,不患归宿,不以慕喜,不以己悲,不会过今天,不透着来日,做平常事,做平凡人, 让沧桑成为旅途中灿烂的风景,让沧桑成为灵魂中传送的童话,让沧桑成为生命中沉稳的魅力,让沧桑成为梦想中知足的出现,让沧桑成为人生中温厕的果实,渐渐懂得了淡薄,明白了豁达,悟透了缘分,不再计较得失,不再看重荣辱,不再纠结取舍,从容自信漫步于红尘中,没有沧桑,方能跟未来, 我们想要的永远,没有遗憾,才能让我们懂得珍惜的睿智,没有磨难,方能教我们奉行感恩的煞行, 这终是一种心灵的获得,让沧桑成为旅途中灿烂的风景,让沧桑成为灵魂中传送的童话, 让沧桑成为生命中沉稳的魅力,让沧桑成为梦想中知足的出现, 让沧桑成为人生中温朔的果实,人生不可能不经历沧桑,从我们降生的那一天开始, 就注定了在这城市中,要经历许许多多的无奈和磨难,因为受伤,因为怨恨, 我们的心,也便总会于不经意解隐隐作痛,渐渐懂得了淡薄,明白了豁达, 悟透了缘分,不再计较得失,不再看重荣辱,不再纠结取舍, 从容自信漫步于红尘中,这可为之成熟, 脸上越来越纵横厚实的皱纹和头上越来越斑驳细数的白发, 不知不觉间就已经爬上了岁月的枝头, 刻进了生命的年轮,成为一种别样的风景, 生活让我们学会欲望,时间让我们沉淀心情, 沧桑让我们懂得坚强,生命让我们领悟成长, 人生路上,我们已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过往, 每一次孤独,都来自内心深处的空气, 每一个烦恼,都人与灵魂潜在的欲望, 时光沧桑的岁月,日子即变成风光, 冒昔流年只灰味,真挚莫过淡水清, 沦桑是每个生命必须经历, 且反越的一个过程,也是生命的必然规律, 这既不是人生的悲哀,也不是生命的尽头, 而是灵魂昇华的韵爱, 岁月超脱的本身,不禁风雨打尽彩虹, 生活未达成,利率也是一种美, 也是一种收获,沧桑让我们领悟人生, 没有沧桑,方能给我们想要的永远, 没有遗憾,才能让我们懂得珍惜的睿智, 没有磨难,方能教我们奉行感恩的煞行, 这终是一种心灵的获得, 不说轮回,不化归宿, 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 不会获今天,不透着来日, 做平常事,做平凡人, 让沧桑成为旅途中灿烂的风景, 让沧桑成为灵魂中传送的童话, 让沧桑成为生命中尘管的魅力, 让沧桑成为梦想中知足的出现, 让沧桑成为人生中封硕的果实, 渐渐懂得了淡薄, 明白了豁达, 悟透了原分, 不再计较得失, 不再看重荣辱, 不再纠结取舍, 从容自信漫步于红尘中, 这可为之成熟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GnewsやXYZ,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